10月30日 近日 网络大电影 海滩救援对之 十人海怪在北京举办 性感沙滩 海怪来袭主题发布会 导演董伟 香港演员李宇阳 内地艺人张颖等到场出镇 女演员一身黑色吊带 身为连衣短裙现身发布会 由于穿着太过性感 在发布会上 不慎露出胸贴 而另一名女艺人 身穿粉红色超短裙 大秀火辣身材 却不知裙底已燃走光 在发布会现场 众主创更进行了一场 海滩时尚大片拍摄环节 运用游泳圈作为道具 挑战高难度动作 将现场气氛推至高潮 该影片由一众网络红人联合出演 美景美人的搭配 可谓是赚足了眼球 影片中 演员们身着比基尼 在海滩上大秀失身戏码 尽情施展魅惑之术 大眼小脸加上玲珑曲线 令人血脉喷张 在发布会现场 美女主创们纷纷表示 这确实是突破底线的一次表演 10月30日 近日 网络大电影 海滩救援对之 十人海怪在北京举办 性感沙滩 海怪来袭主题发布会 导演董伟 香港演员李雨阳 内地艺人张颖等到场出镇 女演员一身黑色吊带 身为连衣短裙现身发布会 由于穿着太过性感 在发布会上 不慎露出胸贴 而另一名女艺人 身穿粉红色超短裙 大秀火辣身材 却不知裙底已燃走光 在发布会现场 众主创更进行了一场 海滩时尚大片拍摄环节 运用游泳圈作为道具 挑战高难度动作 将现场气氛推至高潮 该影片由一众网络红人联合出演 美景美人的搭配 可谓是转足了眼球 影片中 演员们身着比基尼 在海滩上大秀尸身戏码 尽情施展魅惑之术 大眼小脸加上玲珑曲线 令人血脉喷张 在发布会现场 美女主创们纷纷表示 这确实是突破底线的一次表演 在海滩上大秀尸身戏